怎麼辦呢 這家我吃不懂耶 如果大家來觀光的話 吃到這間會難過 而且你會覺得你浪費了一餐 聽說呢 是炸雞界的精品 下面醬汁很明顯 翻開全部都是醬油 所以你是為了這幾名嗎 所以目前是第一名 真的 因為我覺得它的味道太特別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Color 現在呢 人位於韓國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來韓國呢 其實是因為我前幾天有拍一集 跟蹤聖遠到韓國 這中間呢 我就想說 大家每次來韓國 一定要吃的東西是什麼呢 炸雞 沒錯 不管在韓國當地 或在台灣都非常的有名 身為一個炸雞鼓掌 我覺得我的體內大概有75%都是炸雞 所以呢 我今天呢 要來帶大家介紹 韓國必吃的連鎖炸雞店 其實很多知名的韓國連鎖炸雞店 都有進出在台灣 之前也都有人拍過 但我看好像沒有人特別來韓國拍炸雞評比 你知道什麼嗎 吃炸雞會很飽 如果要拍這個系列 需要很多時間 這一集呢 我覺得就精選幾家 韓國知名的連鎖炸雞店 有一些在台灣有 有一些只有在韓國有 而且有一些呢 是爆紅款喔 我們就先來帶大家吃看看這個 橋村炸雞 耶 說到來韓國玩 是不是一定會吃橋村 我真的超愛橋村 它已經從幾年前就超級紅 但是這個品牌呢就遲遲不進鎖台灣 我們今天就趕快進去吃看看 橋村炸雞值不值得吃吧 沒訂閱我跟庞婷的朋友 可以訂閱我們嗎 我們現在已經點到我們的橋村炸雞了 這次當然幫大家介紹都是重點必吃的項目喔 一份呢是封閉的 另外一份是他們家獨門的 大蒜醬汁 我覺得橋村的炸雞真的是 從外觀看就覺得非常的不一樣 它有點像是那種薄皮一點的感覺 而且它有附這個小夾子 我覺得非常貼心 這次點了這樣一份啊 其實折合台幣大概四五百塊左右 這一份裡面就是一些雞腿 小雞腿 還有這種小雞翅的部分 我們先來吃看看最有名的蒜味 好香 韓國炸雞很厲害 就是有一派做法 就是做這種比較有點薄皮式的 它不是那種很厚的麵衣 所以呢你整個肉跟皮都黏在一起 有些人會覺得那種皮太厚的 吃起來油膩感會比較腫 其實肉也是蠻嫩的 主要是它的大蒜味真的很香 它有點那種香甜大蒜醬汁 很適合說如果你來韓國吃炸雞 你不想要吃一般的原味 你也不想要吃韓式辣醬的話 我覺得大蒜味其實算是蠻基本的啦 接下來呢就是他們家的蜂蜜炸雞 哇 是那種油亮油亮的 蜂蜜口味呢算是他們家的第二順味 可是我覺得韓國炸雞很厲害 是它可以做那種吃完之後 嘴巴還會殘留一點雞的那種油 很像那種天然的護唇膏 它是帶出那種淡淡的蜂蜜味 那我覺得剛剛的大蒜口味吃起來比較有層次 它本身其實就是只有蜂蜜跟雞的原味 層次感沒有像大蒜那麼高 但是呢我覺得這種東西呢 很適合配啤酒 吃起來的味道就跟那個蜂蜜啤酒一樣 在喝蜂蜜啤酒的時候會有淡淡的蜂蜜香 但是又不會搶掉啤酒 它的蜂蜜炸雞吃起來就有點那種感覺 淡淡的 但是你可以吃好幾隻 我剛剛發現一個很驚人的事實 我剛剛一開始吃第一口 我覺得我會比較喜歡大蒜 但其實吃久了你看 我一直在吃蜂蜜的耶 蜂蜜真的太耐吃了 剛剛後來在吃蜂蜜 蜂蜜它厲害的是你知道你吃完之後 嘴巴這樣稍微這樣子 抿一下會有一點淡淡的蜂蜜香 就是還蠻加分的啦 蜂蜜炸雞還蠻適合女生的 有一些女生她就是只想要吃雞塊 可是如果吃大蒜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太膩 那我覺得你就很適合吃蜂蜜 那如果你就是追求重口味 你就是要吃最最最喬村的炸雞 那你就吃看看他們家的蒜味 那兩個我覺得 我都可以給出一個蠻高的評價 現在來帶大家吃這個BHC炸雞 算是我覺得這幾年 我覺得是紅很高的一間炸雞店 疫情前好像它的知名度還沒那麼高 最有名的其實就是因為 全智賢代言 造成一股轟動 全智賢吃那個炸雞這樣 的那種甜美的感覺 尤其是韓國人很愛吃炸雞 所以呢 這家店那個時候就變得很紅 好像現在有新的代言 我不確定是不是送重機 因為外面放了很多送重機的看板 它好像也算是一個 還蠻不錯的品牌啦 在網路上的聲量也蠻好的 這一間的話呢 就是你點完餐的時候 像是它的飲料 還有這個 韓國很多炸雞店 都會有這個 小餅乾 算是一個開胃菜 都讓大家去自助夾 自助使用這樣子 原味炸雞呢 就是可以來看看 這家店的基本功怎麼樣 可以直接吃得到雞的原味 其實雞的肉還蠻嫩的 也算蠻多汁的 但我覺得有一個小缺點 就是他們家的炸雞 我覺得油味有點重 你在吃炸雞的時候 一直會有一股 很熱的那種油炸味 撲鼻而來 不得不誇獎像韓國人 他們做炸雞真的很厲害 因為這樣小小的一隻 就不會說吃不完 有時候連鎖住室店的炸雞 的棒棒口會比較大隻 那你可能吃一根就飽了 那這種啊 每人可以吃了兩三根 我覺得這樣share起來 會還蠻方便的啦 做小隻的話 其實我覺得會比較多隻耶 我喜歡它的炸法 有點像那種 魚鱗片的感覺 吃得到那個麵衣 但是又不會到說 整個酥到你 可能會掉很多屑屑的那種 以我來講啦 大家把它捧那麼高 吃到不會到很失望啦 大家好像也沒有到特別經驗 眾所期待 他們家的起司粉炸雞 我在台灣就是起司粉 只有吃過奶奶雞肝 我不知道其實還有其他的起司粉存在 你知道嗎 這一家起司粉 目前我看起來 它有點像起司奶粉 有一些起司粉是比較大 但它這個磨得很細 對 我不確定我喜不喜歡 我對起司很挑的 因為我覺得起司如果坐在炸雞上面 有時候會太膩 而且它的起司粉裹得很均勻 很好吃耶 它是起司粉沒錯 可是它還有一點甜味 甜亮起司的感覺 不是會很膩的起司 不過我懂它在紅什麼了 我覺得它融合的蠻好 有一些起司炸雞 就是你吃到中間 裡面的部分 還是會覺得有點分離 但這間不知道為什麼 它整體的起司味 我覺得就非常的和諧 所以你在吃的時候 不會覺得說起司味特別重 也不會覺得說 哪邊特別不重 不夠 而且我剛剛看它有人沾這個 酸奶醬 網路上說 這個其實就是它買這個褲子 融合起來 好像讓起司炸雞 更甜了一點點 我自己覺得可沾可不佳啦 吃久了 其實會有一點膩 覺得其實單次就還不錯了 但這一份我真的覺得 兩個人吃粉的 還是有點太多了 比較適合三個人 我覺得它給過 它今天的天花板 我覺得它 撐得起這個稱號 畢竟那個起司粉 我覺得很難可以 把它運用得那麼好 有的時候太多 有的時候太少 但我覺得它取到一個 很中間的平均值 BHC 我必須給你一個掌聲 好不好 那BHC打 你屬於1到10分 你也可以進行 我覺得有8.3分 其實算蠻高的 8.3分 就是我會回房來吃的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 起司粉的口味 你想要試一下 不一樣的起司粉 點這個 不要點原味 原味 好吃 但是普通 現在呢 來到一個韓國的 突突炸雞 那你有聽過突突炸雞嗎 其實我沒聽過 其實突突炸雞我覺得 算是韓國的連鎖炸雞的老牌 其實算是蠻多分店的 但是它的風格主要就是比較 Oscore一點 現在人呢 位於明洞這邊的突突炸雞店裡面 剛老闆娘啊 櫻木 櫻木 櫻木跟我推薦 他們的就是 半半炸雞 他說半半炸雞是比較有名的 然後我先看外表好了 其實我覺得它的外表 其實長得 蠻 普通的 長得有點像那種 便當店的雞腿 對不對 而且加上它的炸雞 炸起來比較傳統的炸雞啦 就不是那種說 比較粗啊 或是免疫感比較重 它就是真的是 有一點抬抬的 我們先吃看它的原味好了 便當片 我覺得肉吃起來沒有到很多汁 然後也不是到特別的嫩 其實就真的很像在吃便當 那個肉絲感還蠻重的 但是我發現這邊啊 其實蠻多韓國當地人 這邊觀光客其實不多 而且大部分都是一些 大叔啊 或是阿姨們之類的 其實年輕人沒有前幾家多 而且台灣便當店還會胡椒粉比較好吃 這個我覺得就是沒有沾胡椒粉的台式炸雞啊 吃起來都有點偏乾 嗯 我們來吃看看它的辣醬會不會比較好吃 他們家辣醬賣相比較好 但其實看外表 你不說它是辣醬炸雞 其實你會以為它是那種 紐澳涼辣雞 它比較像那種烤雞 其實它就是蠻一般的甜醬炸雞 甜辣感 怎麼辦就這樣我吃不懂耶 如果大家來觀光的話 吃到這間會難過 而且你會覺得你浪費了一餐 都吃炸雞了 當然要吃好吃的炸雞啊 幾顆星 三顆星 我不會再來吃第二次的炸雞 你們家附近的便當店認真炸一炸 可能都跟這個差不多 而且它的這個甚至肉比較少 對啊它也每一隻都很小巧 扁扁的 如果它擺在五年前十年前 可能那時候競爭力沒有那麼大 可是現在真的新的炸雞太多了 所以它就是少了很多特色 但我覺得會不會其實 韓國人喜歡吃這種炸雞 那是因為我們可能是觀光客 所以我們可能以觀光客的角度 會想要吃到不一樣的 可是搞不好韓國人自己喜歡吃這種炸雞 當然我覺得口味這種東西啊 很因人而異啊 每個人喜歡的口感不一樣 所以搞不好也有兔兔的擁護者 非常喜歡吃兔兔炸雞哦 那我們剛剛吃完了這個兔兔炸雞 可以不用來 整體吃下來好像沒有太特別的地方 太真實了 它的肉很乾 就是你咬起來很硬很難咬 肉也不多 不太推薦給大家 我只能說 這家的炸雞可能就是營養不良 其實它今天都是這樣肥肥的 因為它就是有點過瘦你知道嗎 過瘦的炸雞 我們現在來吃一個韓國最近知名度很高 叫做普拉達的炸雞 聽說呢是炸雞界的精品 一直都有列入在我想要來的名單 是因為呢 它的店啊走一個蠻高級的路線 它連包裝盒都做得非常的精緻 普拉達的炸雞也算是連鎖 但是好像比較沒有到很多間啦 但是呢在一些重點的地區其實大家都可以找得到 那我們就進去吃吃看吧 今天還有聖元跟阿倫喔 那我們現在這一間呢 來到一個阿倫推薦的叫做什麼 拉達 超好吃 我跟你講 因為之前阿倫有發過就是最近很烘的 還來了 還來了 對 這個是什麼盞啊 這個是黑蒜 這個黑黑的是黑蒜 然後面有一些蒜片啊 然後這個是辣椒美乃滋 也是我們愛的一道 對這個是他們的主要招牌是不是 對對對 而且大家可以點那種拌拌 就是可以吃到紅紅耶 除了這個之外我們還有點一個 不是網路上我們覺得很紅的單品 玉米起司 對 對 不是我一直想說為什麼很 很像鹹酥雞放在一起 因為它很流行玉米 而且他們很喜歡用那種奶粉式的 對對對 起司 超好吃的起司 那我們就先吃黑蒜黃 好啊 因為沒有這個有蜜這樣 而且我發現這個很酷的是 它上面居然還有蒜片 因為這幾天吃好像都沒有燒蒜 因為它蒜片是有點炸過的感覺 對 我很喜歡它黑蒜 因為它是有點甜甜鹹鹹的那種感覺 不知道我很喜歡 因為我以為黑蒜味道會很濃 可是其實它是有點淡淡的 它其實是香味 是你吃進去嘴巴不會臭的那種蒜 對 那我預期它的肉會更嫩一點 因為我前幾天吃喬純心嫩到也不行 它的雞肉好像沒有那麼厲害 可是醬蠻厲害的 你有口感扎實的 嘴唇米東的雞肉 因為我吃的韓國 他們說他們裡面多汁 但這個是雞胸肉那種偏柴 可是剛好吃到那個雞胸肉的部位 我不確定 雞翅還OK 我覺得它很棒的是 它的黑蒜下面醬汁很夠 翻開全部都是醬的 好適合小吳 對啊 這個味道是我會來推薦大家吃 是因為好像在台灣吃不到這個味道 吃不到 好新的口味 所以是味的這幾個 所以目前是第一名 真的假的 因為我覺得它的味道太特別了 所以如果 你知道有另外一個 就是也是阿倫推薦的 因為如果不好吃的話 就是阿倫 欸黑蒜好不好吃 黑蒜好吃是真的 真情好吃 平安在台語房間 這是辣味美乃滋 對辣味美乃滋 它辣椒是酸材 墨西哥辣椒 哇 好好吃喔 蠻辣的耶 大家喜歡重口味 或是喜歡濃郁的那種 就會很喜歡 OK 墨西哥 我也喜歡耶 可是我覺得必須說 因為海灣人好像蠻不愛美乃滋 會覺得有點油 他們就不會接受這個口味 可是我覺得我還蠻喜歡的耶 而且我覺得這個口味一定要吃飯飯 因為整排都吃這個會偏膩 這個口味也很創新耶 嗯 但它辣度我覺得對台灣來說 又要到中辣的感覺了 但它跟台灣的辣不一樣 它是辣喉嚨 韓國都辣喉嚨 它不是辣嘴巴又辣嘴吃 這個好像比較嫩 我也覺得這個雞肉比較嫩耶 嗯 我覺得還是比較喜歡小春的口感 很喜歡小小脆脆的 嗯 而且我愛吃 對啊 如果這個跟小春比你會選哪一個 蛤?好緊張喔 我會選小春 我也會選小春 因為小春有種自信重的 我會選這家 可是我覺得都來 就是它是特別的 可是你沒有吃到比較自信的 對對 如果第一次來的話 哦 就如果你是過小春 你第二家可以選這個 哦 如果你有兩家規劃的話 對對對 這家可以列入 第二個順位 可是如果你就是單純想吃一個 不一樣的炸雞的話 你就可以吃這個口味 對 下一個 Oh my god 這看起來很fancy耶 滿滿起司的 這個很不像連鎖炸雞店會出現的東西 就是很特別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玉米跟炸雞放在一起 而且它粉裡面是不是有一些玉米的 好像吃起來吃麥克風 玉米穴 嗯 這個很嫩耶 五穀的比較嫩嗎 嗯 比較多雞 哦 好吃哦 這個有沒有出 剛剛那樣子 哦 有有有 就是它都有分副味 而且它真的起司粉有玉米的香氣 嗯 它有點五穀的 你看剛剛那盤是有穀的 五穀的嫩很多 嗯 起司粉很有層次 嗯嗯嗯嗯 它不是那種很單純的 就是很濃郁的起司 它有點 它會先有玉米的香氣 然後有點奶香 玉米的味道很加分 而且它連粉的粗細都有層次 嗯 因為有的是粗的有的是細的 感覺是不同起司粉 是咬得到脆脆的口感 因為它偏甜對不對 偏甜 它偏甜 我覺得這個好像好盛剛剛的美乃滋耶 對 我覺得有耶 因為美乃滋會膩 心口味 嗯 它如果像剛剛 點骨骨一定超好吃 嗯 但它的玉米不甜耶 有可能是粉太甜的 變得玉米的味道不甜 但是我覺得它玉米很厲害 就是它 好像也不是到炸的很乾 它就可以吃得到玉米的那個 水水的新鮮感 變得像那種肯德基的那種玉米 嗯 奶油玉米的那種感覺 好啦 各位 那我們已經吃完了炸雞了 默默的也是吃了好幾間炸雞耶 這次來韓國 每一餐都是在吃炸雞 我可一個月不想再吃炸雞 但你覺得呢 這次吃下來 你選兩三家好了 你覺得印象比較深刻的 我最愛的我覺得還是喬醇 太強了 因為它就是一個 你來韓國旅遊 就是一定會想要吃的 我覺得第二好吃應該就誇大了 如果是我的話 我覺得第一好吃就是PRODOT 它實在是口味太創新了 它的口味是真的很新的 BHC的炸雞 我自己也蠻喜歡的 那個起司粉 我覺得我好像真的蠻喜歡起司粉的 真的好喜歡起司類的耶 加上它的肉質 我覺得又是蠻多汁的 他們家的麵衣 我覺得後面吃到幾家 好像都沒有吃到重複的 每一家炸雞都有每一家不同的特色 之後要來韓國玩的朋友 我就會建議你 分享出去給他們看 如果你們就來韓國玩 有吃到炸雞 記得要tag我 讓我知道你們到底後來吃了哪一間 如果你們還有知道 什麼好吃的連鎖炸雞店 或是你們自己心目中 用哪一間炸雞也很厲害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喜歡影片也記得 訂閱 按讚 分享 那我們就下期見囉 掰掰